今天的容積率引發爭議 沒想到市府解決的辦法 是把周圍兩棟超高大樓 納入來一起比較 高雄市府製作的圖表 強調同樣在愛河畔的兩棟大樓 容積率分別超過一千七跟兩千 比國賓還高 而實際核對現狀 分別是一旁地上三十五層 地下五層的孟乃因 以及地上三十四層 地下五層的金城凱月 不過兩者建造 都在民國八十年之前 就已經核發 比民國八十二年 三五容積率制定時間還早 因此聽到成了墊背 也讓住戶欺詐了 去年十一月底 台北市議會民進黨議員許淑華 質詢金華城的容積問題 一度詢問副市長李四川 有看過這麼誇張的容積嗎 沒想到被回說 高雄三五全部都是八百四 外界才知道 高雄的商務容積 居然是全國比例最高 我覺得這只是顯示 高雄市政府是多麼的財團友善政府 我們是一個建商友善城市 他們完全網顧了高雄市民的生活品質 它會不會去影響到 它周邊的一些建物 或者是環境 對這一類型的 不是只有容積的一項考量 這建筆率也是一項考量的因素 那再加上說其他像交品環品 還有都市設計的一些審議的一些審查 比起三十年前商務超高容積的制定 市府跟專家都傾向現階段 應該在審查機制上更加嚴格把關 但能否確實執行 也考驗民眾的信任跟外界觀感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